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這裡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會講笑話的人 因為每次我跟我朋友傳訊息的時候 他們都回我哈哈 我把我的笑話寫在卡片上面 就是斷斷的 我抽到紙我就會念什麼 洗個牌 前陣子疫情高峰的時候 我的主管不讓我遠距上班 儘管我很努力跟他爭取 我跟他說我在家還是一定會認真工作 但我老闆跟我說 你的工作是餐廳外場 記得 有一次搭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一直問端問心 但我其實不太想跟他聊天 那我不敢跟他說 所以我只好想辦法讓他覺得我很無聊 後來他就睡著了 後來他就睡著了 我想要找一個可以一直摸魚的工作 後來我去壽司廊應徵做壽司 其實不輕鬆 沒有要照一張怎麼 有人要充一張嗎 有人要充一張嗎 我說你們在說什麼 你還在乎嗎 他什麼 你的笑話 你可以從這邊可以從前來休息 喔 喔 三片 三片 那個可以賣錢嘛 好 這剛剛觀眾抽的 前幾天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廣告 上面寫一個月四百元就可以給予弱勢族群幫助 我馬上就點進去會團 問他們我什麼時候能得到幫助 這個可以寫在杯子上嗎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慈善機構上班 他的工作室援助一些難民小孩 但他說現在景氣很不好 他們也快要做不下去了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那麼悲觀 說不定戰爭就快來了 吃早餐前看到這個 好 那頂版請早餐 上次我遇到一個男生 他問我要不要當Sugar Baby 我超不爽 我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看起來像糖寶寶嗎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喜歡去KTV 所以我家電視換了好幾台 所以我家電視換了好幾台 KTV 上次我去面試一個工作 他們問我 你有什麼過人之處 我說我很堅強 他們說那你可以走 我一直生氣一個原則 就是男人說的話 都不要相信 所以哪個男人說他不愛我了 我都不相信 比較悲傷 昨天我跟我的朋友去不贏 因為我們被房東趕出來了 就不贏 我有一個朋友他最近結婚了 我跟他說我很羨慕你 我總是在騙自己 一個人也很好 然後他跟我說 至少你只需要騙一個人 越來越沉重 聽說那些公主病的女生 個性焦弱吃軟不吃飲 我不太懂 軟的要怎麼吃 竟然收蛋給你們好 這個可以應待早餐店上 吃木有關係 我們要吃 我們要吃 好謝謝 嗨 Youtuber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品喬 這一次上傳的 已經是我們 我這個頻道的第三支 第三支影片了 對 然後 這一次的影片跟之前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前面兩支算是去年的 庫存 然後 就段子這樣 然後 今天上傳這支影片 是比較新一點 是我上個月 在 某一次的 open my 錄的 這一次的這個演出 他比較像是 沒有一個大主題 就是 一些短笑話連發 很多的one liner 這樣子 有時候這樣的形式 好像比較難抓住 觀眾的注意力 因為這些笑話本身 都沒有什麼關聯 但是就是剛好這一次的演出 台下有個觀眾 他就是說 這很像是 早餐店 杯蓋上面的笑話 然後就變成說 欸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 多了一個形式 或是多了一個遊戲 這樣子可以去 可以去把這些笑話串起來 有點像是 跟觀眾一起完成 這樣子一個 很隨機的一個演出 這樣子 對 好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也放上來跟大家分享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呢 一樣 照慣例的來回覆 上一支影片的一些留言 對 然後 首先要講第一個留言 是我看到有觀眾說 我就是講話沒有看著鏡頭 就是因為我其實還不太習慣 然後看著鏡頭說話會很緊張 所以 有時候就會看那個旁邊的那個 自拍的螢幕這樣子 就是 請大家 見諒 目前還在 還在練習啦 所以眼神可能會飄來飄去的 好 有一個觀眾他問了兩個問題 一個是我怎麼接觸單口喜劇的 如果是指中文的單口喜劇的話 應該是 兩年前吧 就是三級警戒那個時候 就是 在家裡沒事就 一直在看一些YouTube影片 然後就 才開始看到 就是那時候就 本來可能就 有時候就會看一些 單口喜劇的影片 然後 但疫情那時候時間特別多 所以就 開始越看越多 然後 越看越有興趣 這樣子 然後詳細說為什麼會從 看到這些影片 然後開始 開始去 開始去 想要到現場去看 然後 去走上台表演的話 剛好我 前幾個禮拜 有去錄了一個 Podcast 叫做 人造人喜劇萬事屋 然後也是喜劇演員 九安他的節目 然後 那個 剛好 有花比較多時間在討論說 我是怎麼樣 踏上這條路的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人 可以 去搜尋這樣子 對 但就算是我 滿個人的一個經驗啦 對 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聽看看 下一題他問的是 我上台前都如何準備 然後 怎麼準備的話 這剛好是我自己 最近一直在調整的 就是因為我 的 演出的方法 比較不是像 很多演員 他們會 不斷的彩排 然後到 超級熟的時候 就在台上複製一個 很精準 一模一樣的演出 我比較像是 想要用一個 比較 有機的狀態 然後在台上 可以更即興的去 去變換 就可能 我講的話 這樣 因為我自己覺得 可能這樣子看起來會 對我來說是比較自在 或是比較自然的 我的表演狀態 比較像是 我會造喚出一個 我比較黑暗的人格 然後 就是那並不是說 是一個假的 而是說 他是 可能我以前在 喝醉的時候啊 或是我 心情很差的時候 的那個我 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最近 一直在調整 就是說大家可能 看這支影片會發現 欸 好像 那個狀態 比較沒有 這麼像前面的 那個 那個 角色的狀態 就最近在調整這個東西 希望可以找到 一個平衡吧 所以回到 要怎麼準備的話 我覺得還是 呃 可能說 把笑話背好 然後 呃 雖然但抽卡片就是 沒有背啦 對 可能是把笑話背好 或是把笑話準備好 然後 呃 想辦法在上台前 自我對話 然後進入我自己的狀態 調整好之後 在 上台之後就是 丟掉這些準備好的東西 然後就是 在那個當下 對 表現出來 對 呃 大概是這樣吧 有人問有沒有 蘑菇的笑話 欸 蘑菇 蘑菇在後面 對 目前沒有蘑菇的笑話 但很謝謝 上一支影片大家 看到蘑菇之後 對他很多稱讚 他 對 但蘑菇比較害羞 蘑菇 蘑菇 跟大家打招呼 最後就是 很謝謝大家 那個 三流笑話的票 現在 呃 新竹跟台北場都已經 完售了 很期待在現場 可以 看到大家 然後 高雄場 7月1號還有票 高雄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 可以看 然後我還有 除了三流笑話之外 呃 最近也還會有其他演出 然後也開始 挑戰 OpenMind的主持 所以有 呃 有興趣的朋友 我會把 就是現場演出的資訊 放在 那個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 可以參考 對 好 那這支影片 就到這邊 結束 謝謝大家 拜拜